不仅想其用户 其他的共享单车 比如说Ovo的用户也反映 在办理退除押金的过程中遭遇各种困难 难道帮助消费者解决退押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 明年的1月份 上海就将出台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办法 其中针对押金问题 草案要求企业已收取押金或者是预付金等 要在注册地设立专用账户 实行专款专用 完善退还制度 并且接受交通金融等主管部门的监管